今年的国际足坛 门迪是第一姓郡尔 一年踢七场比赛 已经拿了三个冠军 但要说国际足坛第一倒霉蛋 绝对是克罗比亚国角落夫伦了 最近26个月 他连续参加了欧联杯 欧冠和世界杯决赛 但最终都输了 15-16赛季欧联杯决赛 利物浦对阵赛维利亚 洛夫伦首发打满全场 最终 利物浦一比三输球 红军无人冠军 但没想到 这场欧联杯决赛势力 只是洛夫伦噩梦的开始 上赛季的欧冠 利物浦刷入决赛 对手是黄马 洛夫伦首发打满全场 甚至在比赛中助攻马内得分 作为后卫 洛夫伦已经做到了能做的一切 俄罗斯世界杯 洛夫伦表现出色 他出场7次 其中6场打满全场 一共贡献了5次场段 此外还有34次几位 只知道了一家黄牌 可惜决赛中 克罗地亚输给了法国 26个月时间 洛夫伦参加了三场决赛 但都输了 并且输掉的冠军含金量一个比一个重要 只能说 洛夫伦的命运太悲催了 值得一提的是 在欧冠决赛和世界杯决赛中 洛夫伦都碰到了一个人 那就是法国后卫瓦拉内 结果洛夫伦都输了 而瓦拉内在一个多月时间里 拿到了两个重要冠军 对于输掉世界杯决赛 洛夫伦很不服气 他认为 克罗地亚才是踢得更好的一方 而法国不会踢球 不过 洛夫伦已经把目标帮赞了利物浦 希望帮助红军在新赛季夺冠 谢谢大家